欢迎收看新闻支付 世卫专家小组去到南韩视察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成立 是联合国属下国际最大的公共卫生组织 一共有194个成员国 成功阻压天花和小儿麻痹等病症蔓延 获得不少的掌声 但近年就受到不少批评 2009年甲型H1N1流感最先在美洲出现 两个月之内一共有74个国家发现病例 世卫随即宣布将流感境界级别提升到最高的第六级 警告将会爆发全球流感大流行 但最终的死亡人数不多 世卫被指是小题大做 去年伊波拉在非洲迅速蔓延 无国界医生在3月发出警告 但世卫就要去到8月才宣布将疫情列作 获制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反应缓慢惹来各界的评击 之后组织在内部报告承认工作人员不称职 官僚主义和缺乏可靠信息 令他们错失压止疫情扩散的最佳时机 世卫的声望一落千丈 要求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 总干事陈逢富珍在上个月的世界卫生大会上 说明要进行根本性变革 又提出成立1亿美元的基金 以便组织迅速应对卫生危机 然而再以改革十画都未有一撇 新沙市在中东爆发三年 世卫依然是太慢版 未有逼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披露更多资料 就算刹到南韩 世卫也未见特别着紧 陈逢富珍甚至说 有信心南韩当局有能力应付疫情 被质疑是偏袒南韩 不发旅游限制 亦是出于政治考虑 陈逢富珍这个名字对香港人来说 一点都不陌生 97年香港爆发禽流感 时任卫生署署长的陈逢富珍 声称自己日日都吃鸡 相信不少的香港人依然记忆犹新 有人认为陈逢富珍是凭个人 丰富的公共卫生经验 包括曾经应对沙士 而被世卫看重 成为组织成立以来 第一个出任总干事的中国人 但亦有评论认为 得中国政府历战的陈逢富珍当选 只是证明中国崛起 国力日浓 连国际组织都要给几分薄面 另一方面 国际社会或想陈逢富珍 利用自己的背景和身份 将中国以至亚洲地区的资讯和观点传播开去 逐步改变亚洲国家的封闭形象 外界批评世卫内部充施官僚主义 目前世卫40亿美元开支当中 有30亿是来自民间捐助 对世卫的发展造成很大制走 难以应付好像伊波拉或新沙士 这类特如其来的疫情 令到改革路更加难行 现今科技发达 交通方便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在全球化之下变得更加频繁 世卫根本不可能 沿用上世纪成立时的一套 继续去运作 未来何去何从 仍然是未知之措 今集新闻支付讲到此